大家好 欢迎收看凯博Talk Show 我是主持人李云珍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 再次邀请到 我们台湾双语无法党的当主席 肖文贤 肖博士 主持人好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文贤 OK 我们今天邀请到他 其实因为我们上周其实有讲到 他创立一个政党 叫做台湾双语无法党 那这个政党大家都当然就会联想到 一个政党就会有一个理念嘛 那我们上星期也聊到说 其实双语国家的这件事情很重要 大家都会觉得它是一个目标 觉得一定要 可是问题要怎么做到 其实有点困难 我这样说啦 双语国家如果像是一个摩天大楼般的理念的话 因为新加坡香港大家要去追求 虽然我不认同 但是我们就先假设 世界上是有一个概念叫做双语国家 很可以理解的就是 双语国家的这个目标 是很高的事情 是很高的一栋大楼 那怎么样去盖出这栋双语国家的大楼 本党啊 闭党的理念 闭党的唯一的理念 就是万丈高楼 平地旗 闭党的理念就这样 所以我们没有要去跟别人争话语权 说 Clio应该怎么教 Phonics应该怎么教 我们不去争那个 Not yet 先不争那个 我们先说 盖大楼之前 有没有地基的问题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认为有 你楼要盖越高 地基就打越深 如果认同这件事 那我的党就是大家的选择 因为B党只谈地基 而且是地基里的地基里的地基 我们只谈声音 而且只谈声音里面的最小的单位 叫做音速 我们只谈那个 那请问一下你们的党要不要备单字 我们的党要不要备单字 我们的党先把地基打好 单字在一楼 有地基了 一楼就顺理成章 可以 是 有了一楼 就有二楼的文法 有了二楼的文法 就有三楼的阅读 就有四楼的对话 就有五楼的创作 如果说双语国家是盖高楼的话 地基就是发音 我们的党唯一的诉求就是 希望台湾海杂 这句口号我觉得蛮重要的 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的力量 让台湾各界都听到 我们的党有一个诉求叫做 为台湾的海杂 重新画一条学英文的起跑线 重画一条 因为已经画过了 当年画的那个东西大家都偷跑了 才会造成城乡差距吗 M型社会 双风现象 哪一条线 哪一条起跑线叫做背单字 学文法 做考题 在那一条起跑线上的这三个SOP 这个标准 大家都先跑 先背单字 先学文法 先做练习题 我现在说重画一条起跑线 这条起跑线不谈背单字 不谈学文法 不谈背考题 不谈这个 我们只谈什么 我们谈说你的母语有几个声音 有37个 你即将要学的那个美语 有几个声音 有44个 我们把它加起来 扣掉重复的剩下66个声音 我们可不可以从这66个声音开始 重新 从头学过英文 因为语必须先行嘛 那声音这件事情 会影响后面的单字啊 会影响后面的文法 当然会影响后面的绘画嘛 对话 再拉回主轴的话 这66个双语的注音符号 迥异于过去的国语的注音符号嘛 所以我们的党其实有个原罪啊 就是说当我说我的党的目的啊 是要把注音符号推进体制 让他来学美语发音 大家马上的误会就是 你在谈的是国语注音符号 可是我还来不及说 我在谈的是双语注音符号 还来不及讲那句话的时候 对方就先入为主的脑补说 注音不够用 可是事实上 我当然知道国语注音不够用啊 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例如您刚一直提到 本节目不是叫做 talk show 有没有那个talk 这个talk是不行的 不是不行的 那个talk 讲不行就太严重了 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啊 您说的那个talk 跟西方人说的talk 会有在一些声音上 有些细微的差别吗 对绝对有 那个细微的差别 在我的定义里面 因为我们的党已经开始 把所有的这个地球上的英文字 通通分成三类而已 第一类啊 叫做你开心就好 你apple你要念成apple 你还是要念成apple 你开心就好了 starbucks 你要念成starbucks 开心就好 因为别人会听得懂啊 costco 你要念成costco 都可以 开心就好 这是第一类的字 talk show 跟talk show 开心就好嘛 因为他都听得懂 对 可是你不要忘了 有第二类的字啊 叫做鸡同鸭讲 那个是会造成误会的 有一个明显的字 D-A-D叫做爸爸 D-A-D 你看我现在都完全不敢讲英文 OK 你看我们的党的理念多好 您这样的一位靠嘴巴吃饭的主持人 都会说出我现在不敢讲英文这句话 真的不敢啊 因为从小到大我都讲talk talk talk 我们来talk一下好吗 就你现在告诉我要讲 另外一个好我告诉你另外一个怎么念 不敢讲的那一个字 你有没有发现啊 您刚提到的从小到大 您都学到的是talk talk talk 好 我们来talk一下 对我们来talk一下 是 您的从小到大 不见得是您的孩子的从小到大 或我们台湾的孩子的从小到大吗 因为他们的从小是现在 是 他们可以从现在开始 不要说talk talk 他可以学成那个另外那个声音吗 两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摩擦音 t 车变车了 所以不是talk 是talk 车 车 车 第二个声音叫好后音呢 我示范给您看好了好不好 好啊 有一个声音叫做啊 啊哈呀那个啊 啊哈呀啊啊 我如果边打哈欠了 我边打哈欠边讲啊的话会变成啊 我如果把那个啊 配上摩擦音就叫做tah 打哈欠有没有talk 就这样talk talk 你现在念的是talk 那如果打哈欠呢talk talk 就这个声音 就这个声音 太有趣了 这样的声音 我要花三十秒一分钟教您一个字 这是毫无效率可言的 对呀 他应该编在 编在我们孩子 一年级就学的注音符号表里面 A的左边我马上就加了一个啊 让孩子一看就知道 本来国语有个东西叫啊 可是他的左边马上有一个红红的叫做啊 这两个并列在一起 在语言学上就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因为他一对他就知道了 至于我们把啊念成啊有什么坏处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坏处 但是会发生一个遗笑大方的状况 就是当我们看到西方的朋友 他们八九成都是基督徒的时候 他会说God 我们就说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当我们说Oh my God 而在他的语言里面是Oh my God的时候 God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对人家不尊重 因为这是你的语言 你的上帝 你念God 为什么我一定要念成God 更何况我从God变成God 只要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立委 立法院 只要我们的立委 接受了台湾双语无法党的建议 轻轻的加几个符号进去就好了 这件事情就一劳永逸了 可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的KK音标 Talk 对 是T O 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是是那个东西没有错啊 您提到一个其实很悲哀的问题 就是连KK音标 都漏洞百出 自我矛盾 而且现在只剩下 全世界只有台湾在用KK音标 对 所以Talk是错的吗 我不能说错 我只能说 不够标准 这样的声音 不是纯正的美式的发音方式 应该是这样说啦 因为我知道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有些人是非常非常内行的人 当他一听到我说 美式发音是正统 纯正标准的时候 又要开始不停的比赞 因为是美国中心 还是欧洲中心 还是多元中心 到底是英文还是美语 所以我就说 干脆这样好不好 我来一劳永逸 我们的党已经出版了 欢迎各位观众免费索取 来找我们 我们免费寄档案给各位 我们编了编辑了册子 把所有的英文分成三类 第一类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开心就好了 你要念Talk还是念Talk 要念Apple还是念Apple 都可以都可以 开心就好 你的事 因为不会造成误解 可是第二个分类非常非常的关键 叫鸡筒鸭讲 例如 爸爸叫做Dad 死掉叫做Dead 有没有可能我们台湾 仍然有一部分的孩子 在讲爸爸的时候 是念成死掉的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Dad跟Dead 是很容易搞混的 对 坏坏叫做Bad 床叫做Bad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台湾还是有一部分的孩子 把床跟坏是分不清的 还有一种字叫做Paper 跟Pepper 就是纸张跟胡椒 这也会分错 还有一个字叫做Shop 跟Sheep 就是船跟羊 有没有可能我们把船念成羊 这就已经不是开心就好了 这是完全会造成误解的事情 譬如说海滩 是 OK Go ahead 你看 我们连笑话都已经应运而生了 我们台湾还在干什么 我们还在迷信KK音标 好第三种 第三种叫做一听到底 一听就知道你这个人很到底 例如说这杯水 正常的念法叫Water 可是念快一点会变成弹舌音 会变成Water 那从Water 变成Water 这件事情 它也不是会鸡同鸭讲 也不是开心就好 纯粹就是一听人家就说 你是港狗的 一听就知道你是道地的 一听就知道你是待过国外 或你就是英文学的非常非常道地地道的 这是一种声音 谈舌音是一种 另外一种谈舌音 另外一种道地的声音叫做笔划音 比如说山脉 Mountain 大概有三种 有一种人会念Mountain Mountain就是属于你开心就好了 大家听得懂就好了 可是Mountain跟Mountain不一样 Mountain比较标准一点 但那还不是最道地的 最道地的Mountain Mountain会念成Mountain Mountain就变Mountain 矿泉水的那个喷泉的Fountain 就会变成Fountain 花园的Garden 就会变Garden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说在可能在国外 在美式发音里面 所有的TEN 跟所有的TEN 没有例外 一念快就变M 就好了 我希望 我希望 您也希望 电视机前的家长 我觉得也希望 大家有个共同的愿望啊 共同的愿望是什么 孩子得到自由 什么叫自由就是有选择 什么叫有选择 就是我现在是一个台湾的七岁小孩 我希望我的政府能够顾虑我以后的选择 让我想要讲Mountain的时候 我也会讲Mountain 我想讲Mountain 我也可以讲Mountain 我看到美国人 我想讲Mountain 我也会讲Mountain 就是我看到谁 我就念出他最尊重他的声音 现在台湾的孩子没有这个选择 不可能啊 就Mountain 现在只有Mountain 这个选择 就是往前啊 我必须很持平的讲哦 如果现在的台湾家长 愿意花个数十万数百万去 从小就这样培养的话 嗯哼 他们是可以念出我刚刚说的选择啊 可是 可是这又回到我刚刚说的啊 那是M化学者 对 为什么不是我们重画一条公平的起跑线 让每一个孩子都透过这个 这个不用钱啊 嗯哼 因为进入体制后 他就变国力教育了 义务教育了 嗯哼 这里面会叫Mountain 嗯哼 这里面有嗯的这个声音吗 嗯哼 太有趣了 好 OK 那我真的很想知道从B 念到嗯就是66个到底怎么念 好我们趕快回来 来来来来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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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欢迎回到凯波Talk Show现场 那今天在聊这个双语要怎样无法当 我好喜欢这句话 双语到底要怎么无法当 那所以说我们已经聊了很久了 可是我还是没有听到从播到乌语 我马上用我们党的官方版本 官方版本 您拿的很漂亮 我们可以给镜头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党的官方版本 这个是很漂亮的鹅黄色的版本 您刚刚讲的那一句好喜欢的话就是 如何让台湾双语变无法当 对不对 我的答案就是这一张主音符号表 如何让它无法当呢 就把母语跟外语整合在同一张表上 它就无法当了 因为台湾孩子就有温暖的感觉嘛 有安心的感觉 因为这毕竟不是教学节目了 所以我想我们这样做好不好 就是总共六十六个 我一个一个示范 然后如果观众或主持人 您还意犹未尽的话 去YouTube上面 只要搜寻台湾双语注音符号表 就会看到四支影片加上一支动画 专门完整的介绍这个 那我现在就示范看看了 好啊 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是这样做 因为它跟声音有关 所以您根本也不用看 电视机前的朋友也不用看 因为它跟声音有关嘛 纯粹听看看我现在说的六十六个声音 在电视机前也可以大方大声的模仿 模仿的对 自己会知道 因为它实在太简单了 我就开始了 好 我念什么 您念什么 若您模仿错了 我会提醒您 刚刚不是这样念的 OK 我压力好大哦突然 我们来打赌 我认为六十六个声音 您大概只会在某些地方卡关 大概三个地方卡关 三个 只有三个 开始了 啵 啵 一百分 啵 啵 一百分 摸 一百分 摸 啵 一百分 开始了 刚刚都是国语哦 现在开始蓝色的了 蓝色不要紧张哦 不要紧张 超级简单 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 你要看清楚我的嘴型哦 因为这时候开始大家会昏倒了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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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他只有嘴型 对 Bob的B 对 也是Pub的B 他只有嘴型 没有声音 我不是说 他叫做B 不是不是不是 他叫做 没声音 太有趣了 好 没声音 一百分 嗯 嗯哼 一百分 到了嗯的时候 我们就正式进入台语 相图语言了 因为国语是没有嗯这个声音的 嗯 对对对 国语是没有 国语有啦 嗯 没有没有这个声音 好 那在下一个叫做 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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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V 对 对 再来哦 得得呢了 得得呢了 一百分 这国语嘛 好 再来哦 就跟刚刚一样 只有嘴型没声音嘛 嗯 那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对对对 所以您应该 您应该慢慢理解了 这个听起来像66 其实少得很 其实就是原来的基础上 稍微调整一下下 再来哦 叫做嗯 嗯 就这样 就是刚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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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像打电话有没有 嗯嗯嗯那个 嗯嗯嗯 嗯 再来哦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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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两个 这叫摩擦音 就是刚刚那个特别的嘶吗 对对对对 特别乘户处子的嘴 OK 特别 嘶 嘶 嘶 剛剛两个你都对了 再来哦 有一个声音叫做 嘶 嘶 嘶 一百分 他就是比较长的嘶 对对对对对对 比较长的我们说比较优雅 好像降落山掉下 嘶 嘶 嘶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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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还有一个声音我最后再教 因为这个声音叫弹舌音 这个东西是会有一些困扰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water 那个嘶 对比较这个比较难念 我们等一下 We'll come back to this 嗯哼 往后咯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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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可 就这两个 嗯 G7C G7C 再来哦 再来这个比较难 你看我的嘴型哦 它不是G7C哦 它是G7C的嘴型 去念G7C的声音 它叫做G7C 就是你知道 好这样就开始要到地咯 等一下 这个我们就想一想哦 是 就是我们常常在外面听到有一些那个 嗯 我们都怎么称呼他们呢 就是留学生 是 回来台湾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些 听起来 叫洋冰枪吗 对对对 比较那个比较G8的那种声音 对就是 谢谢你有没有 很想打他的那种声音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G7C G7C 是 你们想想看一个美国朋友啊 美国朋友讲谢谢 他是不会讲的 他只会讲谢谢 谢谢 对 我们很快就进入了 最重要 我们台湾孩子 最常出现错误的哦 我连续念12个声音 我连续念12个 您就一次模仿12个 G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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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舌头吐出来念 G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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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C G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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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木那個弄的四個四個四個比較好背而已 為什麼要唸 因為我們台灣的孩子啊 唸3的時候都會講水 因為舌頭不習慣吐出來 更不用彈說他們唸不出30,333嘛 對不對 一直 一直 我可以跳過這一趴嗎 對 好 跳過這一趴囉 我們開始進入重要的母音了 進入母音囉 阿 歐 阿 歐 阿 阿 剛剛說那個喉音 這好重要喔 對 就這個聲音 阿 歐 阿 歐 歐 阿 歐 阿 再來囉 阿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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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分 等一下 L 很像對不對 所以A 的這個音以後 你還有多了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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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那些聲音就是最困擾我們的聲音 例如L對不對 L 這個聲音其實就是我們以前說的歐 我們以前說母牛會說靠 可是它事實上是靠 等一下這一字 等一下它是什麼AE的 它是AE 歐 AE 歐 AE 歐 所以是靠 Yes 譬如說房子叫做House 不是House L嗎 L Outside 或是Outside嗎 Outside L Outside 不是 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 就是說你剛才說一字 Outside Outside 那是Outside 對不對 您現在談的是語調 對 對 我們現在談的是咬字 先把最基礎的 咬字之後當然可以語調 你不要忘了我要蓋大樓的 那所以那個語調在第幾層 第二層 就是地基的上面 現在是第一層嗎 不是 這個上面就是語調 然後再來才是背單子 先語後文 OK OK 你唸得完全正確 到後來剩下都是國語了 只剩下最後五個了 E O 最後一個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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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W W E W 就這樣 等一下 什麼時候會有E的情況 Big 什麼 Big 為什麼 你再說一字 Big 我唸一個比較明顯的 給各位觀眾聽好不好 有一個名字叫Lily 你們去查KK音標的話 你會發現 他的KK音標 寫的完全一樣 一個L 一個小寫的i 一個小的i 一個L 一個大寫的i 這樣子 就是Lily Lily這個字 是Lily這個字不唸Lily 它唸Lily Lily 它唸Lily 我們都把那個R弄不見了 所以就變Lily了 它應該是Lily 對 你們唸的超漂亮的 魚 一隻魚叫Fish 你以前會唸什麼 可是開心就好 Fish Fish 那那個R音怎麼來的 那個R的音在美國人的嘴巴裡面來的 就是他們自然語法就是這個樣子 他們自然就發成這個樣子 可是我們從頭到尾受的教育都說 那個叫短母音嘛 它不是短的問題它是有一個R的問題 它叫做Fish 不是Fish 它叫做Big不是Big 它叫Pig不是Pig 我現在示範的這些東西就是我剛跟觀眾朋友說的 免費索取 我們提供一個連結 在那個連結裡面就是雲端印碟 我把我整理出來的 一百一十九個字 都錄音了 檔案都在上面了 就請大家歡迎大家把它印出來 先跟你身邊的人 double check 一下吧 可以吧 念看看嘛 有念對就補身體嘛 我現在開始懷疑我所有講的英文到底是不是對的 然後而且還有重點是 你還編了一本字典 是 講到這個就 因為我們已經把這六十六個圍面完了對不對 是 因為我這一輩子啊 最常碰到的原罪 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啊 你看我二十八年前就做這件事了 我兩個原罪的 第一個原罪是啊 每個人看到我就說 錄音不夠用 不能用 我光要說服他們說 此錄音非比錄音 我就 第二個是 就算他們被我說服了 就像剛剛這樣子 就算說服了 他們會跟我說啊 才一百個字有什麼用 才一百個字 我就說好 一百個字不夠看 我編五千個字給你看好不好 所以這本字典啊 密密麻麻 洋洋灑灑的 五千個字 通通都用錄音編出來 就是用接一套錄音 完完全全 雙語錄音 完完全全 就是拿這六十六個錄音符號 去把英文的五千個字 完全用這上面的放進去 然後五千個字 我每一個字都錄音 每一個字都在雲端的音碟 好我們現在非常謝謝我們今天的黨主席 給我們開設了這麼多 開設 真的 謝謝黨主席的開設 那其實呢 有太多太有趣了 這個這集絕對是講不完 沒關係 我們繼續 宣揚這個理念 而且呢 其實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覺得收穫很大的地方 就是 因為我們大家對學英文的這件事情 有很多的固定性的信念 那透過像這個政黨 是 的這樣的理念傳播 其實可以讓大家用不同的思維 不同的思考邏輯來去看 那我也非常認同當主席的理念 我們希望能夠繼續發揚光大 OK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開播 TALK SHOW TALK SHOW 我們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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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